旅游台湾 泰鲁阁 故宫九份 是您必游之地 那么这一次呢 在达人带您游台湾系列之中呢 也安排在里面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了美国亚洲旅行社的Frank Lee 来告诉您 Frank 你好 你好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10月份 要出团的这个 达人带您游台湾系列 这个其实内容非常的精彩 行程呢 我们之前也听你讲了又讲 其实每一个环节 你都很精心地去设计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 你的这个用心 但是呢很多人 我知道你特别去找一些 很多不同的点 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但是很多人觉得说 可是有一些必游之地 我一定要去啊 你不会忽略了吧 对 当然 之前我们都介绍的是所谓的 我一直强调的是互动之旅嘛 对 所以我们强调的那些东西 都是互动式的 那当然就像你刚才开场 讲的这必游之地 台湾的一些风景名声 当然我们一定会安排在里面 去了花莲 我们一定会安排太陆阁 花中重谷 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 比这个地方漂亮 对 这太美了 真的精雕细琢 那种鬼斧神功 真的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去形容 真的 你这一辈子一定要亲自 亲自去看一次 是 真的亲自要去看一次 那看看它 到底鬼斧神功 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那很多人说这个重谷 到重谷到处都有 可是真的没有像这个地方这么美的 讲得我好学会我还没去看过了 我真的很想去瞧一瞧 因为这个是 其实我觉得可以算是世界奇景之一了 一定要去看一看 另外一个地方呢 我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 就是我有童年的回忆 就是九份 那么九份呢 像金瓜石九份 你们这次也会去吗 对 我们从宜兰要回台北的这段路上 我们就特别安排 我们经过东北较海岸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就是去参观这个九份 九份这个地方 它以前是个矿区 对 矿区 矿区 其实一个 其实只是一个小三层 对 真的不起眼 非常的不起眼 但是景色非常的好 它呢 一般来讲 我们去逛这所谓的老街 我们都知道老街的那种概念 就是说都是商店 对的小店 很有风情味的 对 可是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三层嘛 我刚才讲 那它就在一个山坡上 所有的商店 就是沿着这个山坡 一条阶梯式的道路 就这样子往上走 上面有民宿 上面有商店 上面有小吃店 对 什么东西都有 有茶店啊 什么预言 九份预言 对不对 这是一定要去的 什么东西都有 真的木雕 什么东西都有 你要买奥兽 你要买纪念品 你要吃东西 你要干什么 应有尽有 非常的好 而且当你走到顶上的时候 你往下看 你看到基隆 你看到这个海边 你真的 你都会感受到说 原来这个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聪明 所有的电影 电视 经常在这个地方 这是真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 这个九份为什么会出面 也是因为很多电影 在那边拍摄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去 稍微要去朝拜一下 对 但是现在也开发得非常好 然后非常适合旅游 旅客去驻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 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发达 很多东西不是这么方便 现在非常方便 但是它又没有失去 那个淳朴的风景 它反正就是保有那条 对 那条老街上 真的就是保有 那个时代的那种风味 虽然它里面用的东西 都是现代的东西 但是你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属于把这个两个世界里面 最好的全部抽取出来 放在一起 对 真的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 也是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的话 人家就是说 哎呀 没有这个文化涵养 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是我们的故宫 故宫 对 对 我最近这个新闻 弄得很大嘛 对 这个翠玉白菜到日本去展出 那当然我们为什么要安排故宫 因为故宫 这个故宫博物馆 它真的 它的典藏的 馆藏的东西 真的是全世界 世界级的 世界级的 真的是世界级的 很多的这个 从中国来的游客 大家都要去看 对 没错 很多我中国的朋友都说 一定要去台湾的故宫看 对 他们说 中国也有这个故宫 然后这个台北也有故宫 那中国的故宫呢 是看宫殿 看建筑 本身的建筑物就是艺术品 很宏伟 对 但是到台湾 真的就是看艺术品 看收藏 对 看收藏 而且千万不要错过 镇馆三宝 翠玉白菜 东坡肉 毛宫殿 而且我们有专人导览 带大家 你知道有专人导览 跟你自己进去看 这是完全两回事 我以前进去 我都是自己进去看 我想说这些东西 我都看得懂 为什么还要导览 可是我这次回去的时候 我真的去请了一个导览 你可以跟他 保留一个导览 他这样带着我 我发现他讲的东西 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里面的东西 是要这样子去看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有人讲 你会非常的有兴趣 你不会走过去一下 走过去就走过去 而且有时候你自己去的话 你就晃啊晃啊晃 然后其实很多一些点 你把它错过了 可是你有专人导览 带你去看的话 你不会错过这些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沾养一些东西 一些宝物 而且它可以介绍你 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 我想说他们怎么这么厉害 一看就知道 这是什么年代的 大概 比如说不会差得太远 就在那个一百年 那一世纪的东西 原来每一个时期的作品 都有它的特色 你差不多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还可以趁机学一学 这个考古啊 真的是要 鉴定的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种知识吗 是一种知识 而且大家现在很喜欢 很流行 所以呢这个 不管你有没有去过故宫 这几个景点 其实都是世界知名 那么觉得说 就算你去过了 也应该要再有一次 每次去这个体验 会不太一样 完全不同 这个都包括在我们 在这个达人旅游系列之内 太好了 真的是太完善了 谢谢你Frank 谢谢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